自从我爸决定嫁给我妈 他们便把家安在了天津 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天津台湾人 在天津生活了二十多年 人们大多随遇而安 悠哉悠哉 他们热情大方 幽默诙谐 这样的城市性格 或许以他的历史形成有关 参观杨柳青博物馆 看十家大院 就能体会到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延续至今的富足与悠闲 穿过历史的长河 看今天高质量发展中的天津 会发现这座城市 有很强的接纳与包容的特质 三十年前从台湾来到这里 打拼的前辈们 现在已经与天津融为一体 在不知不觉中 大家已经习惯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彼此融合 早上来一杯永和豆浆 中午吃一顿康熟的牛肉面 骑着宝岛自行车去溜达一圈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台湾的标签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 天津台湾人 或许是我们对自己最为真切的定义 因为对我而言 我是哪里的人并不绝对重要 我在哪里生活的踏实 因时有未来更重要 在这一段异乡人 与这座城市交汇的旅程中 这座城市是包容的 而我们还在学习的功课 是带着包容与爱前行 优益 优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